此人当皇帝后有一个特殊外号,讨厌富贵日子,就喜欢当乞丐去要饭,乞丐指的是生活贫困居无定所之人,为了生计,不得不以乞讨为生的人。 乞丐在中国上古文字中,最早是一旦因词出现的乞,在经文字中的意思是乞丐,求讨同时又可用,为反义指,及与丐,又作句,在甲骨补词中多作祭祀用词,指向神灵乞丐从古至今乞丐从未消亡过已经发展,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并非所有的乞丐一生,都是乞讨命令世事无常,有些乞丐多是突欲变故, 迫不得已行起为生这种乞丐,并没有得过且过,而是心中怀有抱负,暂时屈服生祭拜了在古代记载中,曾有三位与众不同的乞丐首先,我们要说的便是北齐皇帝高伟这个皇帝,的出生很是传奇高伟的母亲胡皇后,有一天梦见自己坐着一只玉盆,在海上漂浮之后太阳进了她的裙子下便怀了允,作为皇室族人高伟自小便, 享受着荣华富贵不愁吃穿那么,她怎么会跟乞丐扯上联系,那难道,因为中途家道中落这道不是,别人当乞丐是迫于生计,她当乞丐,却是因为个性奇特的爱好高伟父亲死后,便由她顺应组织继位坐拥江山,许是国家成品酒安艳眷了富贵日子, 她突发奇想想要体验一下穷人的日子,当即高伟付诸行动命人在华林园建造了一个穷人村庄,而她自己则打扮,成乞丐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在村庄内沿街乞讨,甚至为了追求其真实性,她还设立了民间常有的穷人市场, 并跑到那里进行买卖高伟如此做法,并非真正要体验穷人疾苦,而是纯粹出于好玩,堂堂一代国君不经于正式确尽出荒唐之许北齐灭亡也就不难理解了,北齐城光元年高伟被污,羽宜周次使,穆提婆谋反,与北齐文乡帝高成帝无子,高延宗等数十人,皆被周五帝,羽文雍赐死北周大象末年,造于长安北元洪独川, 第二位,特别的乞丐便是朱元璋虽然他与高伟同为帝王,且都当过乞丐,但是二人的出发点还是完全不同的高伟是出于兴趣,朱元璋则是真正生活所迫,朱元璋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早期为了生计,给村里的地主放牛,后来民间天灾,不断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当时的元朝政府不仅无动于衷,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剥削百姓民愿欲加沸腾,在此形势下朱元璋一家过得并不好受受民间灾荒,的影响他的父母因病而去,而后家里其他亲人也随之离世,短短数年,只有他与二哥还有嫂子侄子存活,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朱元璋,只好进入寺庙当起了僧人随着日久饥荒,越来越严重,就连寺庙都难以幸免而寺庙,得不到施舍自然,就无法养活。 一众僧人住时让寺内,僧人自谋生计出门化缘朱元璋,自此便过上了云游四方的日子。 当时年仅17岁,朱元璋边走边乞讨,从豪州到合肥而后,又进入河南到达信阳。 在经过汝州,陈州穿过路易,博州可谓是走遍了中原地区,前后乞讨三年而后,朱元璋重新回到皇教寺三年的流浪生涯使朱元璋接触到各地的民生百态,百姓疾苦了解到民间之所需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及大提高了自身阅历,锻炼了坚韧不拔的性格,这为他日后打拼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朱元璋能够建立江山这段,请起岁月起到了很大作用,从乞丐平步青云成为皇帝朱元璋的一生,可谓是传奇制及民代著名全臣严松,也有着非同寻常的乞丐经历严松早期生的皇帝信任在这期间,他相继担任大学士,少师六十多岁时严松,已经拜向入阁随着权力的不断增强,他的野心也逐渐显露, 大肆发展势力对于和他作对的人严松向来杀之后快完全不将朝廷放在眼中,在这期间他显然已经成为全清朝野的存在虽然明世宗知晓严松的种种恶事,但是,碍于情面,一直未对严家动手加境四十一年,有位道士告诉明世宗,今日会有奸臣前来奏事结果, 偏偏是严松前来明世宗,之前对于严家是否动手,一直处于犹豫目睹此景感叹此为天一时,得他终下决心同年一代全臣严松,被抄家家产尽数莫收其子严世凡被杀,而严松则念其早年老苦功高饶过一命,不过此罪可免活最难逃, 他被贬为乞丐,沦落在京城沿街乞讨,请起期间严松,一直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昔日好友皆必而远之,看透,了事太严凉,他也就不再奢望别人的帮助,继续着流浪生涯悲惨的时候,甚至沦落到墓地吃住狗人残喘流浪两年,已经高龄的严松终是坚持不住因病而足中年八十七岁,此的时候,他没有棺木葬身,没有外人吊愿可味, 是悲凉至极一代全臣落到个如此下场,完全是自食其果,并不值得同行明史将严松,列为明大六大奸臣之一,趁其唯一艺魅上,却全网力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历史典籍严松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这样三位乞丐,命运输不同人生,总是坎坷不断所以不要轻易地被现实所打倒,参考资料里百要北奇书,明史, 天使说卷五